我們來看到 菲律賓的海面上出現這艘幽靈船 後來人一上去之後發現到 有一個穆乃伊在上面 說到穆乃伊其實顧名思義 他就是人已經死亡 而且變成風乾的狀態 在菲律賓其實有兩個人 他們就相約就是說 我們假日的時候 我們就坐著我們自己的船 然後出海去度假好了 結果沒有想到 他在這個出海沒有多久 之後看到海面上 遠遠的海面上 有一艘白色的遊艇 你知道嗎 有沒有 你看 破舊的一個船 看起來很破舊的一個船 結果他們就等挺去之後 看到之後那個景色 讓他們整個嚇到 好 畫面上面你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人形的物體就直接趴在 我們用這一個照片來讓大家看 看得更清楚一點 你看他們進去之後 發現到這個桌子的旁邊 這也是一個電報機 這個電報機 事實上它這個無線電機 甚至還電話夾在 這一個人形體的脖子的耳朵這邊 然後前面這邊你也看到 有一個類似像對講機的東西 這個就很奇怪的是 他其實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他們發現到他已經整個被風乾了 變成類似像穆萊伊的一個狀況 結果你知道 他們在去查的時候發現到 這是一個德國的探險家 叫做曼弗雷德 探險家 對 事實上曼弗雷德 他自己本身是一個 有很豐富航海經驗的一個船員 你知道嗎 有根據認識他的這個水手講說 他應該有20年以上的 這個所謂的航海的經驗 在當時被發現的時候是59歲 應該是說他失蹤的時候 其實是59歲 結果他的妻子在2008年的時候 事實上因為這個生病而過世 2008年那個時候 曼弗雷德就有跟他的朋友講說 其實我的妻子過世 讓我非常非常難過 所以我想要出海去散散心 所以經常他就架著 他這個遊艇到處去 問題是2009年之後 大家就都沒有他的消息 所以也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裡 沒想到經過7年之後 就是在今年的時候被發現到說說 原來遊艇上面的 這一個倒下的這一個慕乃伊 事實上就是他本人 好 那問題就來了 他為什麼會以這樣的一個形式 就倒在 就是坐在那個桌子前面 然後就成為慕乃伊的一個狀況 變成是乾屍 結果法醫去解剖的時候 他們大概推估幾個 就是說他可能不是經過 被打鬥或者被傷害 但他有可能是因為清脹併發 清脹併發的時候 他可能本來是要拿電報機 或者拿電話 打電話去求救 可是沒有來得及撥通 沒有來得及撥通的話 事實上在海面上的氣候 也要他們去推估就是說 可能這幾段 這幾年裡面 他的船隻所行進的這個方向 有可能是因為海面上的空氣 基本上比較乾燥 比較乾燥的狀況 他有沒有遇到那個什麼 大風雨什麼的 然後讓他整個失手去沾到水 再加上海面上 那個海其實有很高的那個鹽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在他一個空氣的條件的時候 就讓他的屍體慢慢的從 原來肉身的狀況就變成木乃伊的情況